8月29日 中国京剧《香音像集脆栏目》 将要播出的是京剧《春归梦》 该剧是根据唐代诗人杜甫 《新婚别》和《陈陶可怜无定河边谷 游世春归梦里人两句诗的一景 编写而成的 这出戏说的是壮士王辉 新婚不久被强中入伍 不幸振前牺牲 妻子张氏终日盼望丈夫归来 不觉妻思成梦 梦中丈夫归家 张氏又是欢喜又是哀怨 疏忽间战步响起 张氏惊醒才知都是梦境 此次在剧中饰演张氏的 是成派第三代传人 中国戏史学院教授张火丁 当年成彦秋编演这个戏 在剧情结构 音乐 唱腔 表演等方面 进行了较多探索的创新 更多内容进行关注 8月29日中国京剧《向一向极翠》栏目播出的京剧《春归梦》 日前由国家京剧院主办的纪念京剧表演艺术家 景荣庆先生诞辰95周年 专场演出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举办 此次为纪念景荣庆先生 专场演出特邀了景荣庆之子 景连连和景宝奇 联合京剧老生名家倪茂财 与国家京剧院的演员们一起 带来三出很有静航看点的戏 通天兮 问成一辙 红松列马 蒜梁和逍遥金 精彩的演出得到了全场的热烈反响 我在我父亲学到了很多艺术基础 首先要搞好机会工 同时要求我们学生 就是说按自己的基础来继承传统 发扬传统 景老师应该说是我们花脸行的一个模范 他不仅在台上艺术是文武兼备 而且在人才培养上 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景荣庆是一位卓有成就的 京剧表演艺术家 他一生致力于京剧事业 从艺七十余载 是铜锤 架子 五花脸全能的静航文物 此外 他还为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弘扬京剧艺术 增进中外文化交流 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这个专场演出的最大的意义就是 纪念先贤传承经典 一个是因为景先生 是我们国家京剧院的老艺术家 我们有这个责任 应该去继续地传承我们这些老艺术家们的艺术 同时也是传播他们在艺术上的这样的艺术执着的追求 得以双心为我们的青年演员树立好的榜样 8月14 15日晚 由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院出品的大型贵剧 《破阵曲》亮相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 受邀参演2019年全国基层院团戏剧会演 两场演出收获了北京观众的掌声与好评 《跪剧破阵曲》采用群像式呈现 围绕国歌之父田汉 画家徐悲鸿 戏剧家欧阳宇倩 教育家马军武和音乐家张鼠 五位文化人士展开剧情 抗日战争期间 以田汉 徐悲鸿 欧阳宇倩 马军武 张鼠为代表的文化抗战核心力量 在桂林这片热土进行着坚守与突围 他们在桂林创造出中国第一座 画剧专业剧场 广西省立艺术馆 中国戏剧运动的里程碑 西南剧展等等 超越生命的艺术遗产 桂林是一个旅游城市 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 他们在这个地方汇聚了文化的理想与情怀 那么在这里 文化人用什么样去鼓与呼 他们的思想怎么去感动这个社会 去影响这个社会 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艺术作品当中 最需要去表达的 值得关注的是 该剧从主创到演员 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 从概念 创意到表演呈现 破阵曲处处彰显着《贵剧》这一经典剧种 在这个时代新的实力与风采 我们常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戏曲 那么我们这一代的艺术工作者 拿什么样的作品 研给我们的同龄人看 研给比我们更年轻的年轻的人看 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在保留 跪剧原汁原味唱腔的基础上 然后把整个的情节 把整个人物的冲突 然后把我们这一代人 对于我们的艺术先贤的思考和理解 注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 我们用了大屏幕来体现 我们的另外一条副线 就是正面战场 里面分别体现了像 日军进攻晚平城 像松户会战等等 这样的一系列的历史场景的还原 不仅如此 主创团队还制作了 堪比电影级别的剧目宣传片 让人眼前一亮 跪剧破阵曲 带领观众们 共募伟大的抗战精神 感悟文化先贤们的事迹与信念 重温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更让观众欣赏到了新时代 跪剧的面貌 我们期待这门古老的艺术 在今天的舞台上继续焕发新生 近日谈派艺术研究所在北京京剧院 举行接牌仪式 谈派艺术研究所将作为北京京剧院内设机构 致力于挖掘整理谈派剧目 研究总结谈派艺术 培养谈派后备人才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明杰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陈东 出席接牌仪式 91岁高龄的京剧谈派表演艺术家 谭元寿 谭派名家谭孝曾 谭派青年演员谭正言 到场签证 谭派艺术研究所接牌 北京京剧院院长刘同主持接牌仪式 谭派艺术研究所的目的 不仅仅是把谭派艺术 在新时期里面 做更好的弘扬传承和发展 那么同时也借着谭派艺术的传承发展 能够把北京京剧院 乃至中国京剧 各个流派艺术 在当代的传承发展 做一个系统的 全面的传承和弘扬 自谭新培的父亲谭知道史 后续的一百多年里 谭小培 谭富英 谭元寿 谭孝曾 谭正言 谭家共有七代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培养人才 因为无论是哪行哪些 人才是首要位的 要培养更多的 能够继承谭派艺术的优秀人才 谭派艺术研究所 是北京京剧院的内设机构 职责是对谭派经典剧目 进行演出挖掘 整理和抢救 研究总结谭派艺术理论 创新谭派剧目 开展谭派艺术学术交流活动 培养谭派后备人才 对谭派艺术资料 音像 图片 实物等进行整理 最终推动谭派艺术在当代的发展 谭派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和运营 是北京京剧院辩证取舍 推陈出新的推进京剧艺术 创新性发展 创造性转化的一次尝试 也是传承和发展京剧流派艺术的一次探索 将为未来京剧乃至其他剧种流派的发展 提供宝贵的经验 当戏曲遇上栖息是美好的交融 也是飞翼文化再度绽放光彩的时刻 2019年8月7日至9日 在中国文联戏剧艺术中心 山东省戏剧家协会 宾州市人民政府主办 宾州市文化和旅游局 薄星县人民政府承办的 全国性飞夷剧种剧目展演活动 2019中国宾州 薄星飞夷稀有剧种小戏展演 在山东省宾州市薄星县 同兴剧场盛大举行 该活动以传承和弘扬民族艺术 抢救宾威剧种为宗旨 通过挖掘传统小戏 反映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为传承和发扬中国小戏艺术 做出贡献 来自全国14个省份 34个戏曲剧种 38个小戏团体 齐聚博星 三天五场的驻场演出 好戏连台 共同交流戏曲的艺术之美 为广大戏曲爱好者 献上一场丰盛的戏曲文化大餐 首届中国博星飞夷剧种表演 我们将继续与中国文联戏剧意识中心 等进行对接 以本次展演活动为契机 做好戏曲传承和保护工作 进一步把戏曲文化 贴近百姓生活 创作出更多的优秀剧目 博星是旅剧之乡 文化底人深厚 戏曲氛围浓厚 开幕式上 舞剧董勇 旅剧唱段《大和开陵》 旅剧小戏《葡萄架下》精彩上演 拉开了本次展演的序幕 其中 旅剧小戏《葡萄架下》 彰化鱼谷系《老邪上任》 邓枪 《伐阵掌》 《怀剧》 《腊月雷》 《盼子》等其他优秀小戏剧目 吐露出浓郁的乡土气息 朴实而优美 鲜活地反映出民俗风情 赢得广大观众的喜爱 这些剧目既有不同剧种 极富代表性的传统折子戏 也有围绕诚信经营 环境保护等热点话题 创演的新编剧目 形式精彩分成 备受观众追捧 这一次来各个剧种 汇聚到这个山东的博心 同样也是给我们大家一个 互相交流和学习的聚会 看到因为它是稀有剧种 我看到了好多戏剧种 我都没听说过 这次来确实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也长了见识 有的剧种很熟悉 有的剧种不熟悉 确实中国的戏剧博大精神 该活动自2019年5月 中国文联戏剧艺术中心下发的 作品征集启示以来 截至6月20日 共征集作品100余部 涉及剧种50多个 经过专家精心评选 由吕剧 邓腔 西剧 清音戏 西琴戏 干剧等30多个剧种 40出小戏 参加此次展演活动 该活动的举办 促使地方戏曲 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发展 为展示飞仪剧种的最新创作成果 搭建起了良好的平台 使地方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本届飞仪西有剧种小戏展演 通过演员们的清情演绎 专家们的精彩点评 观众们的互动交流 促进了艺术与人民 艺术与时代更好的结合 为坚定文化自信 实现中国梦 汇聚强大正能量 这次2019年中国宾州 薄星飞仪剧种小戏展演 是中国宾州薄星小戏艺术节的 延续与创新 不仅对展演团队是个提升 也对当地专业的剧团 专户剧团 戏民爱好者的表演水平的提高 有很大的帮助 同时也会吸引更多的群众 参与到文化中来 对我们宋戏下厢活动 以及文艺精品的创新工程实施 创牌优秀剧目工作的开展 也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最后一场演出的结束 2019中国宾州 薄星飞仪西友剧种小戏展演 正式落下帷幕 在演员们的清醒演绎下 为广大戏迷们带来 视觉与听觉完美结合的 戏剧体验的同时 也为传承飞仪西友剧种小戏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